阅读扎根离岛 用爱朗读希望 金湖镇图书馆与周大观文教基金会 于3月11日在金湖镇图书馆三楼地节 姐妹图书馆一试 目前已经有43家 43种的语文 将近1600多万尺 比如韩文版我们就剑给韩国 日文版就剑给日本 西班牙就剑给我们瓜里马拉等等 让那边的孩童有一点帮忙 那我要问周玛玛的就是说 语读事实上我们四季的大观是很悲通 也是语读让我们走过来 我要请周玛玛来分享这一段 去看然后每天在那边思考 思考让自己心里比较沉溺下来 然后就这样走过 读书也让我更理解人生的一些活着的意义 去探讨哲学 探讨存在哲学 探讨一些不管西者或是中者 那些哲学家对生命的一些意义的探索 让自己觉得生命满 这个存在不管我孩子的死亡 然后自己生命中遇到的一些逆境 美好顺境也好 觉得这种 这种所有的意见都有它的意义 然后觉得生命更加的丰富喜悦 周大观文教机会为推动家庭欢乐阅读活动 携手79国全球热爱生命奖章得主 79国姐妹图书馆 以阅读扎根偏乡 用爱朗读希望 在与会来宾见证下 金湖镇长陈文固与周大观读出 希望中心主任金星梅签署姐妹图书馆 呼吁不忘走读金湖镇图书馆 我们看前面哦 来金湖图书馆赞赞赞 让交信周大观机会能够向众金湖镇图书馆 来跟我们去结尾姐妹图书馆 这给我们是非常大的一个鼓励 那今天除了结尾这个姐妹图书馆 那另外还有一个意义就是 图书馆还是什么 证书的仪式 两个活动一起来期盼 周大观文教机会 早上我们金湖镇图书馆 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们联系四年 得到全国阅读力的一个评鉴 入围能够得奖 四次 今年也许 年期四年 仪式中心心王子王荣坚分享了他的励志过程 即带来小提琴和二胡演奏了家后 即一简眉 旧店英雄李生貌更欣喜地表示 第二度来到金门 也分享了他人生经历 更赠送金湖图书馆他的台电工程画作 另外周大观文教基金会 并赠送基金会出版的200余册精选励志好书 丰富馆葬 提供民众更多元阅读资源 再来看